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Switch新闻环节 宝可梦的新作终于来了 据宝可梦的官方推特称 北京时间的2月27号晚上10点整 他们将会有一场关于宝可梦的直面会 目前来看呢 这次直面会应该是会公布 关于金灵宝可梦第八世代的相关内容 所以说还是非常令人期待的 毫不夸张的说 这次这个金灵宝可梦的直面会的影响力 肯定要超过上次我们提到的日天堂的2月直面会 毕竟这个宝可梦这个超强的IP的影响力 还是有目共睹的 这时呢 我也是会在直面会结束之后呢 来给大家以视频的形式 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如果大家对金灵宝可梦的新作感兴趣的话 也是可以来收看一波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上次呢 我们有提到 关于奥日和黑暗森林登陆Switch的这个消息 这次又有一名新的大将 就是之前我们可能大家都非常熟知了一个非常硬核的游戏 茶杯头 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赛洛露的手绘的风格 我也是有在PC上把这款游戏通了关 我感觉这个游戏呢 还是非常非常适合掌机的 首先呢 它这个硬核的难度 就可以让很多玩家在被虐中找到快感 另外呢 它这个画风啊 也是在很多这种同类型游戏中非常的独树一致 非常的特别 反正到时候如果出了呢 我觉得啊 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留意一下 另一方面呢 是关于生化危机的消息 生化危机零高清重制版 生化危机高清重制版和生化危机四这三款游戏 将在5月23号发售 届时呢 生化危机零加一 在日版还有一个实体卡带的版本 卡带里的内容呢 是生化危机零高清重制版的实体卡带 加上生化危机一高清重制版的数字版下载码 到时候呢 我们也是可以在Switch上 再次回忆我们玩家心中的这份经典了 不知道你可曾听过 To the Moon 去月球这款游戏 这个游戏是由Freebird Games制作的一款 非常感人的RPG游戏 讲述的是 两位医生为了实现一位老人的夙愿 进入了老人的记忆中 然后来经历了一些非常感人的一些故事吧 当时也是玩哭了很多这个油管上的主播 据目前的最新消息呢 这款游戏也是要在今年的夏天要登陆Switch 如果你喜欢RPG游戏 如果你喜欢感人的故事 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去月球这款不可多得的RPG经典家 死亡细胞呢 它又要更新了 继上次Switch平台更新了 死亡细胞的1.1新版本之后呢 官方呢 它又承诺为所有的平台即将更新大量的免费的DLC 它会完善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剧情的一些方面 目前呢 即便我们这个死亡细胞已经通关了 但我们对这个完整的剧情的全貌呢 可能依然是云里物里 这一次更新DLC 也算是可以把我们这个 关于剧情方面的一些疑惑 或者说剧情这一块版图 给它完整起来 这也无不是为一个期待吧 总之呢 我们今天这一期比较简单的 Switch书报 也有多少天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妨给我点一个大大的顶 顺便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就今晚这个宝可梦直面会之后见了 拜拜